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习反党 老邓开讲 各位朋友好 见到你们格外亲 习近平啊 号称烂尾地 总干烂尾工程 他的又一个工程啊 现在又烂尾了 习近平的决策经常烂尾嘛 所以有一个外号叫烂尾地 但是啊 最近的一个烂尾和之前的很不一样 透露出不同的信号 前几天呢 中共体制内传出 坚持了五年的学习强国APP 即日起啊 上机不再考核登陆情况 从此以后呢 再也不用每天登陆了 大概从去年底开始 其实啊 这款学习强国软件 就已经处于半烂尾的状态 后台呢 已经无法查到谁没登陆了 这次啊 是终于石头落地 彻底结束了 学习强国这个APP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出的 面向八千万国产党员 全国公务员 国区员工和公立学校的教师 被用来宣传习近平的思想讲话 APP是19年1月1号上线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持上线仪式 中共对其的重视程度啊 由此可见一万 与此同时呢 中共用这个APP对党员施行严格控制 党员呢 每周党小组学习 必须要用它 党小组党支部 还要用它呢 检查学习进度和记录 半年总结和年度总结时 没有学习强国的记录 被视为缺习组织生活 这就逼迫中共党员们每天都必须打开手机刷奔 甚至啊 找人带刷 或睡觉的时候呢 放在旁边自行播放一晚上 因此啊 中共官场啊 都对他讨厌至极 中共高层最不放心的其实不是普通民众 而是中共官员 他们肯定呢 要通过这个东西 对8000多万党员进行监视 果然呢 后来有消息传出 这个APP被怀疑有后门 上亿部手机被监视 不仅手机内的相片 影片 通讯录 定位 通话记录等资料 可以随时被查看 研究人员甚至发现呢 该APP可以开启手机录音功能 整个就是一款监视软件 这样的高压统治啊 当然引发中共体制内的强烈不满和反弹 今年2月 中共中央学习小组通报了三期政治形式主义的典型案例 其中啊 就包括学习强国这款软件 而我们也知道啊 一个王朝每到末日 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统治者往往首先试图缓和统治阶层的内部关系 所以啊 这个APP烂尾也就不奇怪了 官员们呢 当然知道监视下属是好事 但又何尝不知道他们自己啊 也被上级监视呢 谁又乐意被这样互相监视呢 所以啊 我们说这个烂尾呀 非比寻常 这是中共官员们躺平层层抵制的结果 最后呢 习中央败一下阵来 这也显示啊 中共官场现在看似依然铁板一块 但是大厦内部已经严重动摇 如果某一天分崩离析 大家一定不要惊讶 学习强国软件的下架 是习近平大权旁落的又一个佐证 那么在上一周举行的香山论坛呢 也发现了相关的迹象 因为上一周习近平去闪干考察 他没有出席香山论坛 香山论坛呢 突出了张又霞的地位 显示出了在中共党内啊 一种全新的力量平衡 9月12号到14号 一年一度的香山论坛在北京召开 表面上啊 该论坛是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主办 但实际背后呢 是中国军方高层主办 与往年不同 今年无论是国防部长董军的致辞 还是之后中国各级官员的发言 都没有直接提到台湾问题 同时呢 中国军方对美国的态度 也有所缓和 不仅是这次香山论坛了 近一段时间呢 中国对美的态度都有所缓和 中国南部战区司令和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也有视频通话 过去中国单方面停止的与美沟通热线 也在逐渐恢复 那么另一个关注点呢 是在这次香山论坛上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国辖存在感破高 过去啊 香山论坛一直是国防部长的舞台 去年呢 因为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双规 所以啊 张右侠代理出面 今年呢 虽然国防部长董军也有出席 但是呢 他仍然没有兼国务委员的身份 中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兼国务委员一直是标配 也只有到了国务委员的级别才可以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说话呢 才有分量 而不是国务委员的现任国防部长董军 现在见谁都矮一头 相比之下呢 张右侠则显得硬气了很多 他这次啊 在香山论坛上啊 会见了哈斯克的国防部长 越南的国防部长等等 被媒体广泛报道啊 都是张右侠的表演 前不久啊 他和美国国安公问沙利文也有见面 而张右侠与习近平的关系啊 现在正在逐步走向对立 习张之间呢 完全不是一条心 但是呢 可能达成了某种恐怖平衡 张右侠频繁现身前台 在国际上声势越来越高 这对中国军队内的权力构造 权力平衡会带来什么变化 十分值得观察 三中全会以后啊 习近平神隐了二十多天 海内外盛传的习近平身体出现了重大问题 那么习近平这次复出之后啊 严查这一传言 有爆料消息说啊 很多人因此被捕被查甚至被害 我们昨天说过的啊 习近平的御医伤害家就被搞掉了嘛 啊 还有一些人呢 是被抓 网上说呢 已经抓起来很多人了 啊 那么奇怪的是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啊 经济学研究所 啊 也是中共的核心智囊部门啊 竟然也因为这些传言事件呢 啊 处理了很多人 包括副所长朱恒鹏 中共的这些智囊幕僚啊 他们应该掌握很多高层的情况啊 有可能 他们听到了一些相关的传闻 他们就造谣传谣了 啊 结果这次呢 他们都吃不了兜了走了 都受到了习近平的报复处理 我在上次节目中啊 啊 讲到了有一位广州的青年 他扛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嘛 啊 在街上招摇过世 呼喊反动口号 呼喊共产党下台 要求自由民主 那么最近还有一起类似的事件是在上海 啊 有年轻人呢 身着 青天白日旗的T恤啊 走在街上 也是招摇过世啊 目的不言自明 就是呼喊民国啊 我发现啊 现在在国内年轻人当中啊 民国派非常多啊 很多人 比如说纪念张刘甫将军啊 是张刘甫粉 啊 很多人呢 怀念民国 甚至很多人呢 希望再回到民国啊 将来中国啊 能够回到中华民国的体制 啊 说实话呀 我个人 我也非常喜欢民国啊 喜欢 啊 老的民国吧 啊 抗战之前的黄金时代的民国啊 我也奢望啊 有一天呢 中华民国复辟啊 中华民国重新能够回到大陆啊 恢复民国体制啊 恢复当年的四期民国宪法 非常希望有一天呢 天风成楼能够正式的挂上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两侧的标语能够变成啊 中华民国万岁 自由民主万岁 但愿有那么一天吧 昨天呢 在深圳又发生袭击日本人事件啊 也是日本人的学校 又发生粉红愤青啊 去搞袭击 呃 中共官方呢 没有公布啊 是日本方面公布 呃 类似的事件呢 不断频发 这些义和团呢 早晚有一天 他们会惹大祸的啊 就像当年义和团一样啊 什么攻击外国大使 什么毁教堂啊 现在在中共的纵容下 啊 这些爱国粉红们 他们现在又这么搞啊 早晚有一天会给中国带来祸患啊 带来外国干涉 我们看着吧 昨天发生的大连出自车司机聚集罢工 大家请看视频 今天是2024年9月16日 地点是荆州区体育场 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出着从业者自愿自发来到这里 那么发生在中国的这种民众抗议活动啊 呃 有没有用啊 我们说还是有用的 呃 你比如说中共要推行的农馆啊 就是派这个城管下农村啊 带上农馆的臂章去折腾农民 那么在农民的反抗之下啊 也在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之下啊 中共就没敢推行啊 只是试行了一下啊 现在农馆又收回去了 没有了 所以说中共一个是惧怕农民的反抗 中共对于海内外的反对舆论呢 还是有所忌惮 他也不敢太乱来啊 做的太离谱 我们早就说过啊 中共推行农馆之日就是农民造反之时 中共呢 也不敢比农民造反啊 农馆呢 就缓了一步啊 现在还没有正式推行吧 啊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海内外一起呼吁的结果 还有呢 你像前一段中共让人的声量很高的网证啊 什么这个网号网证制度 啊 现在呢 也几乎销声匿迹了 没怎么有人提啊 是不是国内已经用起来了 我还不太了解啊 有了解相关情况呢 可以跟帖讨论啊 我知道的好像这个又烂尾了啊 网号网证也是烂尾了啊 这也是在全国网民的强烈反对下啊 中共也是没推行起来嘛啊 我们再往前推 比如说什么水稻上山啊 再搞这个什么毁路种田啊 毁林种田啊 也搞了那么一步啊 这也是在全国网民的强烈反对下啊 中共也是没推行起来嘛啊 我们再往前推 比如说什么水稻上山啊 再搞这个什么毁路种田啊 毁林种田啊 也搞了那么一步 一阵子啊 最后也搞不下去了 也是被舆论批评 被农民抵制啊 最后也是做不下去了 还有像什么啊 习近平前两年重点打击的什么教培啊 游戏啊 现在这么远都又回来了嘛啊 包括前几天的什么黑神话悟空都刷屏了 新华社呢 还特地推出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继的独家转访视频 时间还长达三十多分钟 外交部的发言人回应称啊 呃 其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吸引力 随后呢 更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全国多家主流媒体旗下的官方短视频账号居然集体上线 直播体验大游戏 呃 官媒什么云南日报 江西日报 贵州广播电视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 重庆广电 呃 这些粉丝量动责数百万上千万的官方媒体 啊 纷纷呢 为这款游戏摇旗呐喊 呃 中国的游戏产业 什么时候突然受到主流媒体的欢迎了 啊 印象中啊 这可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要知道啊 就在前两年的2018年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 接连发出三问啊 炮红游戏产业 是什么电子鸦片 社会独流 火力极为猛烈 啊 人民日报也跟进专载 呃 就在去年12月 国家新闻出版署一纸公文 公开征求意见 提到署流游戏啊 不得设置每日登陆 首次充值 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 被称为最严的游戏新规 游戏产业惨遭黑色星期五 啊 股票市值暴跌5000亿 结果啊 官方紧急删除 征求意见稿啊 啊 这游戏行业才缓回了一口气 那么短短半年多 恍若隔世啊 一夜之间不仅游戏 很多行业呢 都急剧变化 为什么游戏产业再也不是国家老鼠 而摇身一变 成为全民宠溺的文化巨座 为什么互联网电商 教培等行业 有一夜回春 重新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之中 登堂入室啊 无非就是中共急了 要出手提振经济啊 现在必须靠这些行业救经济了 实在的列车轰然转向啊 从一份高层的重磅文件 可以窥见其巨大的变化 影响千万人的就业和命运 这份文件就是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文件 什么是服务消费呢 乍一看呢 可能很多人不解其意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为获得某种服务而进行的付费行为 教培电商游戏都在其中 要知道啊 这可是下半年经济部署工作的第一份高层文件 又称呢 要挖掘基础型消费潜力 激发改善型的消费活力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游戏教培行业正是在这一重磅文件中 重新回归官方的主流叙述 要知道啊 这可是2021年双点后 首次在国家文件里提到推动教育和培训消费 风向啊 显然又变了 为游戏证明教培松绑 电商发力 中共拼命拉动消费 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收放自如 其实是被逼无奈 头撞难强了 不得不回头而已 再讲一条比较有趣的国际新闻吧 在黎巴嫩 黎巴嫩珍珠党 他们集体佩戴的传呼机啊 在同一时间都发生爆炸 造成了数千人伤亡 包括伊朗驻黎巴嫩的大使也受伤了 看来他也佩戴这款传呼机了 黎巴嫩珍珠党啊 他们有自己特殊的通讯方式 他们不使用对讲机 爱用的老式的传呼机 他们认为更安全 因为对讲机是互相对讲 传呼机是单向的 只要接收上级的命令就可以了 对他们来说更安全 有意思的是 这批传呼机竟然是台湾制造的 运到黎巴嫩 分配给这些珍珠党武装的成员 台湾现在搞得挺紧张 别最后珍珠党在追究台湾政府的责任 现在很有可能是这批货被以色列的特工做了手脚了 原来说是以色列特工通过特殊手段让传呼机的电池爆炸 说是锂电池爆炸 后来又澄清 以色列特工好像没有这样的技术 他们也不可能同时让电池都爆炸 现在又有消息出来是在电池旁边装上了爆炸物 他们就可以遥控让这些窗户机同时发生爆炸 这次大规模的窗户机爆炸事件 重创了黎巴嫩珍珠党 起码这些受伤的人现在不能上战场了 很有可能以色列这两天就要对黎巴嫩进行打击 黎巴嫩珍珠党一下子损失了这么多骨干成员 因为只有骨干成员才能配窗户机 这次的珍珠党抵抗的力量会大大减弱 窗户机我是20多年前用过 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怎么普及的时候 我记得带窗户机 一开始数字的 后来是汉险的 很大一块东西 我想不到20多年以后 窗户机又被珍珠党使用 又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欢乐欢节 请看视频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